好 假设大家已经画完第一层了 就这样淡淡的第一层结束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稍微再用你的咖啡液 去把它再做第二层的部分 再把它叠上去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深的话 你再慢慢的去堆叠 就跟我们刚刚练习过的那个眼睛鼻子嘴巴一样 就是慢慢的去分次的 去堆它就可以了 因为咖啡液真的颜色比较淡一点 那我们就多上几层就OK了 好 那假设你已经上完第二层第三层了 那你想要让它开始有一些线条的话 你就是沾了咖啡液之后呢 用最小的笔 看你家里是有0号还是1号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 去把这些线让它再出来一些 那如果真的太淡的话 你不想堆那么多次换水才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参考你的图面 去把一些你觉得 需要出来的重点 再把它强化一下 好 那有件事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看一下图面 就是你们的参考图 参考图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 线条的深浅变化 好 可能像这个头这边可能会 头发的地方会稍微粗一点 也深一点 那有些地方可能细一点也浅一点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我呢 就决定 像头的外围的地方我就用浓一点 然后 然后也稍微 重一点的笔触 好 你就压的重一点点 产生一点点这种像书法的效果是很好的 这些线不需要是真的很 很细致很 很顺的感觉 你有一点点粗细的变化也很好 它会产生这种非白的现象 就是它会露出一点点白白 干擦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呢 增加你的画面 的质感 这样会比较 有一些细节的感觉 那下面的地方你可以继续啊 好 我喜欢粗细的变化 让它感觉起来多变一些 所以就是慢慢的去勾这些线就可以了 咖啡液没关系 如果你用咖啡液就多叠几次就好了 那也是一样旁边可以准备好吹风机 你第一层结束赶快吹 就可以去划第二层第三层 可能头发也不定 每条线的深浅都一样 也有可以 是有人是深一点粗一点没有关系 好慢慢去堆叠 那我在这里想教大家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不小心 画错了的话怎么办 画错了的话怎么办 譬如说我今天这边有一只眼睛 然后我这个眼睛不小心 画错该怎么办 那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你可以 拿你的笔去沾水 可以去沾水 尽量是干净的水 好吗 因为这我用过 用这个笔去沾水 然后呢 你去洗它 比如说我觉得睫毛太长了 我就 笔沾水去搓它 你旁边还要马上的准备好卫生纸喔 然后去搓它 去洗它 搓完了之后呢 再用卫生纸把它吸起来 它就会稍微的淡一点了 那因为我的水不是一个干净的水 所以你会看到旁边有一坨水字 但如果你是用干净的水的话 照理来讲它是不会有这个水字的 它会直接让你的 睫毛稍微就变短一点点 也没有那么重一点 好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方法 那假设假设你不小心今天画的太深了 一样你可以用 这个笔 去沾干净的水 干净的水 不要是这么脏的水 沾干净的水然后你去搓它 然后再把它稍微微深的吸一下 让它整个 颜料的层次变得稍微 少一点 那它就会稍微浅一点 好那 做这个擦洗呢 你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纸啊不是水彩纸 它可能 没办法让你这样去磨它 因为可能磨一磨就是会 起毛球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的纸是好一点的你可以 进行去搓它 但你的纸如果只是一般图画纸建议你不要搓太多 那假设你就是今天你画完之后真的觉得 很想要修改 就是它 看起来 可能还是比如说 太长了 睫毛可能还是太长 或是眼睛形状还是太长 但你可以作弊 你可以用个方法 你也不喜欢洗的话你就用个方法拿出你的白色颜料 你就是 简单啦 就跟 压克力一样啦 你就是沾水然后去跟这个颜料 去磨 为什么要磨 因为我这是干式水彩 它需要 水分去跟它融合 它才会融出来 那如果你是管状的话你不需要这样去磨 直接去沾 你的管状的白色颜料 好 挤出来的白色颜料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覆盖性高一点 当然就浓一点 就是水少一点 颜料多一点 然后你直接去覆盖它 好那这也是个方法啦 只是水彩不太鼓励你用大量的 白去覆盖 因为水彩还是喜欢它的通透性 当你用这个白色 去覆盖它说它就变成了不透明的水彩 好就变得没有那么那么的 清澈的感觉 好那你可以 尽情的去修改 如果你有白色的话 那想必应该会有人会问说那如果我只有白色 压克力颜料 或是广告颜料可以吗 可以 都可以 压克力或是广告颜料的白色都可以拿来使用 好那这个人像的话你就是慢慢的去把 剩下的一些线把它都勾完 那我给个小建议就是脸部的地方眉毛 我觉得就是不要画到太深 因为可能我怕有的同学会用到黑色 或是直接用原子笔去瞄它的眉毛 那会 变得有点太重 那它身体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你第一层 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铺一点像这个就是第二层铺上去的效果 那这个线呢就是第三层 那第三层的线的话你就是直接用笔沾 咖啡液或是颜料然后 去做一些 线条的 感觉 那我自己觉得我这边犯了一个错误 这三个东西长得太像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啊 可以让它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因为老师示范的是比较快一点的 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 忽略了这一点 那大家在画的时候 不要犯这个错误 那如果真的它长得太一致 那我想把它洗掉 就是稍微洗掉然后把它 擦掉一点点 那因为它好像已经吃到纸里面了 所以可能有点洗不掉 但没关系我希望它稍微弱化一点就好了 它不用完全的消失 因为目前看起来它也不可能会被我完全的洗掉 让它弱化一点就好了 OK那 那再来呢就是它身上的这些 笔触的部分 有些你可以换大支一点的笔 好这个就可以到 5号到10号左右都OK 5号到10号左右的 水彩笔 那我用的是这种扁头平头的 好那它 比较可以去做出这种 大的块面 当然你家如果只有一般的源头的笔 也可以 那个也没关系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把线给描完 跟一些加重部分 那你会发现 因为一张作品它如果要精彩一点的话 你可能局部要深一点 有些地方要浅一点 那浅一点地方要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你 这可能是第2层它就浅一点嘛 那第3层就深一点 那 当然也可以一个方法 你可以去稀释你的咖啡液 就准备 水 然后你的咖啡液 你把它 弄一点点到水里面 好那它就稍微可以淡一点点 好你就可以去补一些你希望不要那么明显的线条 好 就不要太 强细 隐隐隐约有一点的那种 质感的线条 就可以 强化一下 好 那假设你的线都描得差不多了 用画笔的线都差不多了 那你还想要让它再更精彩一点的话 你可以尝试的用 用原子笔啊或是麦克笔都可以 你可以用麦克笔 麦克笔的话可以 局部譬如说啊我决定我的肩膀想要麦克笔 也可以啊 但是它是有不同笔触的也行 那你在画麦克笔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很顺的接起来 你可以像我一样画一段停一下再接下一段 那它好像是那种 国画的那种 有一种顿点的感觉 好 它会更有一点 意境跟个性 OK 然后像手的地方 脚的地方 也许你可以换粗 粗一点的笔头的地方 让它有的笔触是稍微 重一点 粗一点的 那这种地方如果你不 不怕就是 太明显的话你也可以用 原子笔补一些 但它可以增加一点线条我会建议不要画到 太粗的这一头 如果你用这个太粗画这边我担心会太强细啦 你可以用细的然后补一点点质感 暗示说它这个是 毛毛的衣服 好当你如果全部都画完了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找位子签名 好那但是因为老师这个是比较快速的示范所以细节的地方还没有做到很够 相信你去看 我们提供的涂面的话 它的衣服的 一些笔触还有它的深浅还是有更多层的 那你就慢慢的去把它 画起来 那我等一下还会示范一下背景的部分 那个背景你看一下涂面它是有一些泼撒的效果的 那我教你们怎么做 一开始的话就是拿你的这个咖啡液跟你的笔 你就拿了之后呢 就直接这样去 甩它 那我会觉得说就是你不要做到太多有一点点质感就好了 当然你笔拿得越大 你甩出来的点会越大 所以你想要更大一点就去换更大支的笔就好了 那假设如果今天有一两个点是你不希望它出现的 你就用卫生纸把它吸起来 好吸起来 快速的吸起来在它还没有吃到纸里面 之前把它吸起来 可以自己去决定 那这个的话 我它目前没有采取就是每一个线都是用 原子笔描起来的我觉得比较自然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就是把它 都描起一些边线 那它会是六按一种风格啦 这我画六按一张比较小张的 那 因为它比较小嘛 那我会希望它稍微 明显一点 所以我几乎都用原子笔框的线了 好这也是一个快速的sample 它就更有 艺术风一点点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 都没有什么太小心的部分 都是很随意的去画它 然后最后再做泼撒的动作 那局部的话呢 还会留一些铅笔的线也很好 制造点质感 像我头发这边 如果你真的 没有比较深的水彩颜料 你也可以用铅笔去画一些线 我这也是用铅笔去补的 这一张的话是 全部都是用 咖啡液去画的 所以它看起来会稍微 淡一点点 但是它还是可以做到一些浓一点地方 我相信我在做第三层第四层 它还可以更深 那就是这种 不太一样 这张画是比较一个快速的感觉 这张是比较细腻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 拿你最小的笔 慢慢的把它的五官 一些细节画出来 然后我再提醒一下它的鼻子 它鼻翼旁边还有点阴影 它不是直接就是鼻子的侧影 它还有一点 影子在这个脸的附近 那这边的话脸这边也有影子要注意 OK 我可以试试